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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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麽呢 那个年代我十几十岁 工业都要搵食 都要这样想的 那些人都是十几十岁岁而已 那可能呢 他们譬如是大仔 或者家女 那些人都要搵食 但我搵两个手和谷奔周 那都是谷奔周 那不是吧 尤其是你问我 你问一下业武洋康 你老实说 武洋康就很可憐 但是两个手都没有了 你真的很多事情做不到 但是武洋康最可憐的是 你过不了人 但是有心忍 心忍啊 其实有一种事情 就算截了肢也好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很多案例 譬如我的手截了肢 因为我有意外 但是我的病患 经常会觉得手很痛 不是这里痛 而是手指很痛 有些世间上的病例 譬如说 为什麽这麽痛 他感觉到手指被人捏住 譬如这样捏得很痛 扭住 扭得很痛 但是明明他的手截了 於是乎 我們從靈界 又或是從一些心理 令到他覺得那手 放開的手 所以这些态感也是一樣的 他在此奔周 他有一個幻肢 幻想的肢體 他覺得自己 拿球的時候 他覺得下面真的很硬 他覺得自己很硬 所以他不是完全沒有跟過 眼睛 有些煙不正 也有的 一個叫做 阿琳米亞 阿琳米亞的女生表示 這是美國女生 她在一歲 因為高處結落地 經歷過憑死體驗 他說在那個期間 他還看到 他未經歷過的這一世人 那時候 他眼前一閃而過 他想 過這一世人 接著就聘請了 Anilia Anilia就是美國憑死體驗研究基金會 Near Death Experience Research Foundation的網站 分享了1987年 一歲的時候經歷了憑死體驗 即是1986年出生 1986年 今年38歲 他說他一歲的時候 在遊樂場的金屬攀爬架上 跌落地 這個是一生人之中最早的記憶 而有記憶非常鮮明的一歲 當時他沒有失去意識 而是種入所謂的 超意識 超意識的狀態 他感覺到自己經由成熟的心刺 察覺到這一點 而不是經由兒童的心刺 他一歲的時候跌落 然後進入超意識的狀態 而察覺到這一點 他不是用嬰兒的心刺 是食人的意識的心刺 不要去想為什麼 你看他的描述 他說 他沒有感受到總統 或者地面的撞擊 但是 好像在網上 他知道自己的身體 躺在地面上 但是身體的上方 他看到一些 很漂亮 很溫暖 很柔和 但是也有光的白光 很有層次 中間就最亮 而且光頭能夠呈現 一些很柔和和美麗的顏色 有點像太陽 但是人的太陽 人肉眼看太陽 是白色扁平 圓圈的 而且會 很瘋狂的 但是這個柔和的光不是扁平的 而且不相眼睛 在這個時候他感覺到 時間停止了 根本沒有時間存在 他覺得是受了這個光的保護 沒有人可以接近他 和傷害他 他感到很鎮定 而且被愛 被愛着 這當然不是人與人之間的愛 是一種無條件的愛 當時 朝向光的方向 飄移的時候 他知道自己已經在釘了 一歲就不知道 釘大概是成人的意識 他無法形容死亡的概念 他有強烈的感覺 他的生命要結束 他要回歸他生命的本源 生命的本源 就是這個時候 他遇見過他應該過的一生 但是不記得細節 他心裏知道他可以選擇 究竟我要去那個光 還是要過這一生 只要他一去那個光 他可能一輩子都無法回來 不過他說他很想繼續過人而世間的生活 他意識到他應該要成為某個人 而這一切還未開始 他希望做人 然後他就回來了 他說 那個光開始消失 他看到 有兩個人走向那個攀爬架 他一開始 在旁觀者的角度看兩個人走向那個攀爬架 但是慢慢 他就覺得他用自己的身體看他們 他就意識到他已經回到他那一歲的小小身體 而那兩個人 一個就是爸爸 一個就是爸爸 的朋友就是一些細膠 他說當時他感受到 他們不是很擔心他 只是有些罪惡感 雖然那時候是一個一歲的人 但是對他來說 當時是三十歲的 爸爸和叔叔 只是一個 好像一個小孩子 隨後他逐漸長大 他也沒有想太多關於死亡的問題 很多人以為小孩子不明白這件事 但是他一直知道 多年來他也不知道他的經驗是意味著甚麼 他也無法理解 所以當他寫這次的憑死體驗的時候 其實寫這個憑死體驗的時候 他已經是三十四歲了 在他寫這個憑死體驗之前 他就去問他媽媽 問他記不記得 我一歲的時候是不是跌過呢 因為他家裡沒有說過 他媽媽就說 對呀 你那時候跌了頭 嚇到我們以為你有甚麼事 然後他媽媽 過了一會才說 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他媽媽 沒有跟他說 你跟我說 是嗎 他媽媽又哭哭哭哭 我問完媽媽之後 就知道 在人世間 那個可能是一瞬間的事 因為他說他沒有了氣 誰知道他又醒了 哭了 但是他其實 他感覺到他離開了身體很久 他最後就說 他其實不是跟別人說很多這件事 因為他發現那些人都 理解不了 他們通常會顧守他們有限的唯物主義觀點 難道是蕭先生 仕途將他的憑死體驗 解釋為是錯覺 OK 他說我不知道這個是否是錯覺 我只是 很願意跟 有足夠的胸襟 來跟如果想聽 我的故事的人去分享 為什麼我選這個呢 他這個 不特別 但是其實 在我從小到大看 這麼多的憑死個案 差不多 他都包括了 很多人有不同的感受 都是如此類似的事 例如 看到溫柔的光 甚至是有人還沒招手 親戚 會飄在上空 看到自己 已經不是從身體 只是在旁邊做 會有一閃而過 等等 這些體驗 問題就是 如果最後我們還是不要死 最後沒有死 那麼就何來有憑死呢 的經驗 還是 還是 我們的做物者 專門給一些人 將這件事 去告訴 人類 讓他們不要那麼害怕 因為其實我們對死亡有恐懼 聖長生病病死過的 恐懼是因為他們不知道 我們究竟 會怎樣呢 而我們說到 又說什麼暴夢 好像我們昨天說 霞王也有這件事是解釋不到的 為什麽那個阿婆走過五十年來都會報夢位在下面 下面 又真的找到啊 嗯 是不是 那麼 我告訴你 沉浪點穴 為什麽呢 原來 撞到那個先人 在那個月位 他就會有利於 後人 那麼 你在一些 不同的解釋裏面 又真是 明白到 原來 有些時間 那個月 集合了宇宙精華 有些最好的能量 在那個月道放出來 能夠跟這個先人接觸他的血脈 於是就令到他的運勢好 你可以這樣解釋 但是我們永遠都 在現在這一刻 但是如果這些貧死經驗 我們是相信的話 首先我們確認的是 有死後的世界 以及 包括陶傑他們說過 經歷過這些貧死經驗 反而他們對死亡不是那麼害怕 好了 我就不說那麼長 今天我們另一篇文章就是 是美國的現代心理學家 有一個叫 雷蒙德 即是雷蒙德 雷蒙德 雷蒙德 的博士研究過超過150個 貧死經驗的案例 其實是超過150個他們認為 是有些假貧死的 然後 整理出 最多人 有10個貧死的體驗 第一個就是聽見自己的死訊 原來大部分都聽見自己的死訊 例如在醫院中 醫生說 死者4點30分 或者 受信急救 你推到醫院 明明在那裏斷了氣 也要在醫院中證實的 醫生也要在那裏證實的 為什麼大部分都聽到呢 即是說 他的靈魂未必一時之間就立即飄走得很遠 所以我們有時候說 你跟你婆婆說的 他聽到的 明明斷了氣 都會說的 就是這個意思 明明我可以認識的 譬如是植物人 明雲出竅 幾乎所有 現在幾乎所有貧死的人都會發現自己飄離了自己的區體 半空中飄浮 俯視自己 躺在那裏 差不多全部我們看的國安 第三 是感覺平靜溫暖的 有痛死經驗的人 往往一開始都會感覺到痛 例如 枉死撞死也會痛 但是那個痛是一閃而過的 只要一進入那個 離開的區體 為什麼一閃而過呢 一區體你死亡 你一離開了 你沒有了那個 Sense 那時候真的是五運皆空 中間中鎮定和平靜 沒有痛苦 還有安長和愉悅的感覺 我一直看這些都是會有這樣的 第四 就會感覺到無助 為什麼呢 講話沒有人聽到 站在一起 喂阿靖 喂 他出野啦 喂喂 因為你 你也變成一個靈體 第五 時間靜止 但是聽到一些很奇怪的聲音 由於靈魂脫離辱體 所以對時間的感受是沒有了 所以剛才那個國安都說 他感覺到時間都停了 甚至乎沒有了 我們現在在這個 圍堵 其實我們很難想像到 什麼叫做時間沒有了 為什麼叫做時間沒有了 那個女生也說說不到 他靈魂離開玉璽 感受時間的能力沒有了 他也有憑死經驗的人都說 自己掃到進入和離開身體的時候 都會聽到一些壞聲 好像是音樂 但又不是 是一種美妙的音韻和曲調 你會覺得好像沒有了時間 第六個 就是 進入黑洞或者隧道 也有的 走完之後就看到光明 第七 出現陪伴主指引的人 他說 通常 他都會出現一個 未曾見過的人 不是一定是親人的 他會指引他去哪裡 或者跟他說 你還沒到時間 Go back 也有的 第八 就是 黑暗盡頭就是光亮 每個人都會這樣說 剛才我已經批評到了 因為我們看得太多這些 他會覺得 很寧靜 很 舒服 我念著佛 也叫我媽媽跟著 別管別人 別管別人 第九 就是 感官變得 異常靈敏 因為那個感官 我覺得就已經不是用你的眼耳和鼻舌身意去感受 即是身體無法隔陷你 是的 無法隔陷你 你反而是有了 可能我們經常說 我們的大佬 發揮現在我們什麼 可能你已經 沒有了 沒有了驅促了 甚至沒有了我 沒有了我 在那一陣子 已經同入了 我想那一陣子還有我 我猜那些是 這個是最初步的 他說 你的定覺視覺很靈敏 而且往往很多人都會 看到 那一生的 重溫 屁裡太屁了 最後就是 因為這些是憑死人 他們差不多不約而同都說 是會碰到一些邊界的阻礙 可能是一灘水 噴了覆腸 總之他去到那裏 那個邊界阻礙 就令他大回頭 於是乎就回到自己身體了 就醒來 因為你憑死 如果你真的要死 就可能你突破了那件事 我不知道 我們網友那麼多 我不知道有沒有網友 有類似的經驗 有類似的經驗 或者你親人有 你說 你死了的 那個就不是憑死 當然如果你說你死了的 都可以聯絡到我們 我都不妨 但是如果你說類似經驗 我相信有人有 我相信有人有 陳老少說沒有 他說沒有就沒有 難道我說有就有嗎 有時候 我只能這樣說 沒有什麼人需要去說謊 我解釋不了 但是我 不會否定這些現象 這個比較科學 因為 這個其實比如說 好像美國 Waymond Mordy 其實這些我們小時候已經看到很多西方的 無論是政派的學術機構 很多研究的 很多 他們也有 甚至動用七方 催眠 都證實了那些分享憑死經驗的人 的可信度是高的 而且 甚至乎好像剛才那個女生 問回媽媽 我一想是不是掉下來 都證實到這個原來不是假的 當然有人可以說 是不是你媽媽 跟你說過 你 進了心裏 於是才慢慢出現出來 一定要找這樣的解釋 但是我覺得 剛才那個個案不算了 你用其他個案來講 很多都是這樣表達的 陶傑也說過 是不是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經驗呢 他叫出體 不單止是 即是說 出了體 直接沒有作愛 他叫出體 出體 有些練習 有些學習 有人說 出體我也很喜歡 你們 台灣有個玩 師傅帶你去陰槽旅行 他有另一件事 我也聽過 陰槽旅行 要找一些陰槽師傅 試試帶你去不去 讓你敢不敢去 潘忠孝好像帶過人去 什麼的 你會不會去 我不知道去不去 下來了 回不起來 混蛋 不會的 我不知道我去不去到 是 有說 世傅帶你走 去看地獄 是啊 台灣的 想看陰槽的人 有些鬼門去搏東西 OK 如果連東西都搏起來 真棒啊 基本上 生和死都沒有什麼分別 明天繼續 今晚要看播 拜拜